可能要更有生命力 你以为的种草笔记 只不过是团队操作的虚假单例 在利益驱动下 伪造素人种草笔记的灰色产业链 应运而生 代发一篇小红书笔记 只要15到120元 根据素人粉丝多少来定 近日 一位提供小红书代谢服务的商家 向媒体爆料 只要将产品素材和文案 提前准备到位 就可以招募到大批素人携手 如果需要拍摄图片或代谢测评 价格要贵一些 另据电商平台提供的数据 截至2019年底 中国网购用户数量达到6.49亿人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 更是让电商行业迎来巨大商机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 2020年1到6月 全国网络购物用户人数 比上一年增长1亿人 庞大的用户群为电商行业带来勃勃商机 但随着新增网购用户市场 日渐饱和 入住电商行业的平台与商家越来越多 下沉市场的渗透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以知乎为例 截至2020年12月 知乎全网注册用户3.7亿 聚集了超过4400万个问题和2.4亿个回答 但2020年知乎总营收为13.52亿元 净亏损高达5.18亿元 2021年第一季度 知乎上市后的首份财报 季度营收4.8亿元 净亏损为3.4亿元 同比上涨62% B站的营收情况也令人担忧 2020年B站月平均活跃用户达到2.02亿 全年营收120亿元 亏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